今天读给你的书就像一种迷人的液体 说到液体,你会想到什么? 日常所喝的咖啡、茶、可乐、洗衣液、沐浴露、香水 大自然中的河流、湖泊、海洋 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 背后却隐藏着某种神秘而又危险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经过雨水冲刷后仍有尘埃吗? 如何形成滔天巨浪? 有必要区分洗发水和洗手液吗? 如何冲泡一杯好茶? 这些液体的秘密将会在本书中一一揭开 本书作者马克米·奥多尼克 伦敦大学材料科学教授 英国皇家工程学会会士 曾担任BBC纪录片节目主持人 英国百大影响力科学家 他同时也是一名科普作家 乐于将材料科学知识传授给大众 曾出版过畅销科普书籍的《迷人材料》 今天要讲的是七姊妹片 在本书中 作者继续他一贯的英式幽默 以有趣的故事展示液体的魅力 本书荣获2018年度 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 和2018金融时报奖 为了研究各种液体 作者经常会去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 书中记载了他从纽约乘飞机前往旧金山的情景 一路上他接触到的液体很多 作者首先经历了机场安检以及他随身携带的花生 蜂蜜和威士忌都被没收了 航空公司规定旅客随身携带的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 包括花生酱 你也许会问花生酱是否也是液体 因为它是流动的 不确定的形状常常受到容器的影响 所以花生酱也是液体 最后作者只好无奈地接受了 一路上随着飞机的上升 各种危险的 醉人的 充满能量的液体出现了 下面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开始这个奇妙的旅程 首先来说说饮料吧 比如提神醒脑的茶和咖啡 还有美酒 飞机起飞后 空姐推着一辆小推车过来 先生 请问您要茶还是咖啡 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 作者选择了一杯红茶 这杯茶就像一杯刚煮好的可口可乐 一点也不香 不过这也怪不得航空公司 飞机上想要一杯好茶 实在是太难了 那么泡一杯好茶 需要什么条件呢 一杯茶的品质 主要由四大因素所决定 即茶叶的品质 冲泡温度 冲泡时间 茶叶本身所含的芳香 分子越多 所泡出的茶就越香 至于哪种茶最好 这是一种主观的评价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茶主要由水组成 因此 水对茶的口味影响很大 如果你想泡一杯零茶 那就加点矿物质水吧 矿物质含量少 茶味单调 矿物质含量过高 茶香也会被掩盖 一般情况下 普通的自来水比较合适 前提是管道要干净 否则会有金属味 先把水龙头打开 放一会儿再去接水 水和茶叶都准备好了 现在只需要把水烧开 泡茶时的水温决定了茶水中哪些分子 溶于水中 也决定着茶的口感 滋味和颜色 水温太低 茶水分子不能溶解 茶水的味道也不会太好 什么温度比较合适 红茶与绿茶不同 绿茶与红茶的区别在于加工方法 绿茶是在采摘茶叶之后 直接加热而成 叶绿素保留 呈现绿色 味道分子容易提取 所以 泡绿茶的水温不要太高 一般在70-80度左右就可以了 温度过高 反而会让茶叶变得苦涩 而红茶则是将新鲜茶叶 放在阳光下晾晒 经过揉搓 烘干等工具制作出来的茶叶 在干枯过程中 颜色会逐渐加深 其中一些分子 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 使茶叶中原本苦涩的 丹宁分子和分类分子 转变为口感更好 或更有果味的分子 所以 在冲泡红茶的时候 可以用100度的水来冲泡 这样会使茶更加香浓 不过 这也是飞机上泡茶的问题 因为机舱内的气压很低 费点只有90度 这个温度正好适合冲咖啡 而红茶则是最差的 茶叶中含有太多影响口感的 关键成分 稍有不慎 就会影响其独特的风味 相比之下 提取咖啡更容易 早在15世纪 人们就以知 咖啡研磨和冲泡咖啡的方法 就出现在野门 这种制作咖啡的方法 直到今天仍然流行于中东 通常称为土耳其咖啡 用这种方法煮出来的咖啡 有丝般的质感和浓郁的香味 但是失去了水果和巧克力的味道 当你自己冲泡咖啡时 你是否觉得咖啡的味道 比实际喝起来要好 这是因为冲泡咖啡的时候 原本应该在嘴里散发出来的香味 大部分都留在了杯子里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苦味和酸味 香味分子已经很少了 为了避免香气挥发过多 最好将水温控制在90度左右 同时降低咖啡因浓度 抑制苦味 手工制作一杯咖啡 需要很长时间 很难满足咖啡店每天的需要 因此在19世纪蒸汽时代 意大利就诞生了 由蒸汽驱动的咖啡机 也就是意大利浓缩咖啡机 这种机器在很多咖啡馆 和家庭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它可以把水加热到88至92摄氏度 然后加压到9个大气压 然后用高压水萃取咖啡粉 这个过程非常快 只需要30秒钟 也就是说咖啡里的香味分子没有时间 发到空气里 你就会得到一杯口味均衡的意大利浓咖啡 有了这个基础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美式咖啡 比如泡牛奶 比如卡布奇诺 比如巧克力酱 比如奶油 咖啡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咖啡因可以刺激神经 缓解困意 很多上班族每天都喝一杯咖啡 但咖啡因过量会导致失眠和焦虑 除此之外 咖啡因和尼古丁 可卡因一样会上瘾 一旦你开始有规律地喝咖啡 就很难停下来 不过 要说起让人上瘾的液体 那肯定是酒精 酒精的学名就是酒精 通常我们说醉酒 其实就是酒精中毒 酒精毒素会抑制神经系统 导致认知功能丧失 运动能力下降 酒精进入人体后 会引发什么生理反应呢 它能翘无声息地穿过胃壁细胞 进入血液 到达肝脏 肝脏代谢酒精的速度很快 但是如果你喝得太快 超过了肝脏的承受能力 酒精就会渗透到其他器官 比如暂时削弱 心肌 导致心脏跳动不够有力 从而降低血压 这时 大脑供血不足 头晕想睡 当血液循环至肺部时 酒精分子的一部分 会穿过细胞膜与二氧化碳一起排出体外 酒精检测仪采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通过呼吸是否含有酒精 可以判断是否饮酒 酒精对大脑的影响因人而异 一般来说 酒精能抑制神经系统 使人放松 不再感到压抑 作者说 没有什么比一周辛苦的工作结束后 喝上一杯酒更令人愉快的了 喝酒 除了能改善人的心情外 还能起到别的作用 作为左餐饮品 酒也是一种高效的味觉进化剂 能使食物变得更加美味 这是为什么呢 当你吃高脂食物时 会感觉很滑 葡萄酒的色味 正好抵消了油腻感 使你的味觉 恢复到中性状态 在选择左餐酒的时候 要考虑到酒的酸度 甜度 以及酒香是否与食物的味道 产生冲突 研究人员建议 牛排 三文鱼等高脂肪食物 搭配红葡萄酒 浓烈的烟飞鱼 需要搭配福特加等烈酒 一方面 酒精浓度高 可以溶解油脂 去除食物的味道 另一方面 烈酒的味道比较单一 没有葡萄酒的果味 香草味 也不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 以上我们介绍了茶 咖啡 酒这些饮料 离开饭桌 你就能发现更多的液体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生活中的液体 如清洁肥皂 带来光和热的燃料 以及液晶屏幕 你也许会问 肥皂是不是真的 没错 但是一块干巴巴的肥皂 是洗不掉的 真正起作用的 其实是肥皂水 香皂的配方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200年古代 美索布达米亚泥板上 把柴火的灰烬 溶解在水里 然后加入融化的牛油 烧开冷却后 就有了一块普通的肥皂 在此过程中 草木灰与牛油发生反应 生成一种 名为硬脂酸的物质 我们知道 油脂在水中是不溶的 如果你的衣服上有油渍 该怎么洗呢 清水显然是不行的 这时候 硬脂盐酸就派上了用场 它的一端是清油 一端是清水 也就是说 它左手拉水 右手拉水 如果一群硬脂盐酸 遇到一滴油 比如你衣服上的油渍 它们就会把油包围起来 然后合力把油拉到水里 这样清洁工作就完成了 还有很多中介 比如蛋黄 蛋黄里卵磷脂 也是一头清油 一头清水 油和水本来是不相容的 但是把生蛋黄 加到油和水的混合物中 由于其特殊的分子结构 既清幼 幼水可以把油和水 混合在一起 形成蛋黄酱 同理 你也可以用蛋黄洗手 有些洗发水会把蛋黄 作为基本的清洁成分 类似的芥末醋汁 是用芥末把油和醋混合起来 这种物质被称为表面活性剂 无论是洗发水 洗衣液或沐浴露 都含有表面活性剂 商家为了让产品更加丰富 才会让化工者开发 不同功能的表面活性剂 比如能漂白 能适应低温 能抑制泡沫 你也许会问 为什么要抑制泡沫呢 泡沫越多 清洁力就越强 如果你仔细阅读一瓶 洗发水成分表 就会发现一种 名为12丸基硫酸钠的物质 它不仅能有效地清洁油脂 而且能产生丰富的泡沫 然而 泡沫的多少与清洁能力无关 它纯粹是感官层面的作用 让你觉得 泡沫多了就洗干净 12丸基硫酸钠的成分 在洗洁精 洗衣液 甚至牙膏中都含有 所以你刷牙的时候 满嘴的泡沫 只是为了展示 我正在刷牙 虽然洗发水和牙膏 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洗手液真的需要吗 20世纪80年代发明了洗手液 制作洗手液需要大量的 棕榈油或椰子油 因为它们含有特殊的化学成分 能产生较短的分子链 较轻的表面活性剂 以及更有效的发泡剂 和洗发水里的泡沫比起来 它的泡沫要轻得多 棕榈树 椰子树大多生长于热带地区 如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生产洗手液虽然为当地 带来稳定的经济收益 但也造成大量热带雨林的砍伐 此外 单一的棕榈树 取代了物种多样性 破坏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其实 购买洗手液 主要是为商家的营销手段买单 其实 沐浴露 洗发水 肥皂 洗手液等 起到清洁作用的成分都是一样的 因此 作者呼吁使用肥皂 来保护热带雨林和钱包 另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液体 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在电灯普及以前 人们通常用油灯或蜡烛照明 把棉线进入油中 露出一小结线 然后点燃 一团明亮的火焰出现了 这不是棉线 而是棉线里的油 油可以无视重力 沿着棉线向上流动 这一现象被称为 心吸效应 即心吸收的吸 张力来自哪里 这与液体的微观结构有关 固体原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使它们不能自由移动 气体分子则松散得多 它们可以自由地互相挣脱 而液体则处于中间 液体分子能够自由地在液体中移动 并不断地与其他分子间的作用力 或切断联系 液体分子的一面和空气接触 另一面则是其他分子 和液体中的分子不同 它们并没有完全被其他分子包围 就像是一群人叠在一起的罗汉 下面的人是头上和脚上的 只有站在上面的人 才能感觉到压力 因为力的失衡 液体表面会产生一股力量 这叫做表面张力 这种力可以支撑一些重量较轻的物体 比如 漂浮在水面上的树叶不会下沉 也可以通过液体表面的张力行走 当你仔细观察 杯子里的水时 你会发现 水的表面是向下凹陷的 在杯子的边缘 水就像是被拉扯着往上爬一样 如果把玻璃杯缩小 变成直径不足一毫米的管道 水就会被拉上来 所以灯油才会沿着棉线向上爬 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来寻找更便宜 更明亮的灯油 19世纪中叶 化学家发现了一种用煤提炼燃料的方法 不久之后 发明家们又去研究那些 经常出现在煤矿附近的黑色肉瘤 原油 原油是由各种物质混合而成 以丸厅 环丸厅和吸厅为主要成分 这些物质可以用蒸馏技术分离 首先分离出来的是容易点燃的小分子液体 这种危险成分最初是作为废料丢弃 后来发现它与空气混合燃烧后 产生的热气推动活塞 因此命名为汽油发动机 随后又提取出了另外一些分子较大的物质 这种物质蒸发得比较慢 不易点燃 与氧气发生反应后 释放出的能量也比较多 这种液体叫做柴油 航空煤油是一种介于汽油和柴油之间的燃料 它不容易挥发 也不会形成一燃一爆的混合物 不像汽油那样一接触火星就会燃烧起来 所以在航空上使用煤油要安全的多 但是 如果将航空煤油与适当的氧混合在一起 那么它的威力将是巨大的 在911事件中 双子塔倒塌的罪魁祸首是航空煤油 飞机撞上大楼后 楼板被破坏 外面狂风呼啸而来 航空没有与氧气发生反应产生高温 导致楼板温度超过800度 导致钢结构发生变形 最终导致大楼坍塌 航空没有就像阿拉丁神灯里的妖怪 充满了强大的动力 可以让你飞到世界任何地方 同时 它也存在着黑暗的一面 燃烧没有等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室地球温度迅速上升 给全球气候带来灾难 不过此时飞上云霄的作者 却没想那么多 他拉下了窗户上的遮阳板 看着屏幕 欣赏起了电影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液晶屏上的液晶屏 液晶 总是隐藏在屏幕后面 虽然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它 但对它的了解并不多 你也许对另一种物质 晶体比较熟悉 晶体中的分子 是按一定规则排列的 比如糖是由糖水结晶而成 那么液体呢 分子运动不规则 液晶的分子结构 介于液体与晶体之间 它们同样具有动态流动的特性 但它们的排列方向却是一致的 就好像鱼群朝着同一个方向游动一样 液体像晶体一样有规律地排列着 叫做液晶 由来 液晶分子排列整齐 是因为它们是急性分子 有的区域带正电荷 有的区域带负电荷 正负电荷互相吸引 所以才能排成一排坐在一起 急性分子还赋予液晶另一种功能 让液晶分子能够响应外加电场 通过施加电压来控制液晶分子的运动方向 这就是液晶屏幕的原理 只要改变电场 画面就会动 那么 液晶是怎样创造色彩的呢 在调色盘里 将红色颜料与蓝色颜料混合 得到紫色 蓝色与黄色混合后 得到绿色 这幅画的三原色是把红、黄、蓝三色 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得到黑色 而色光的三原色 分别是红光、绿光、蓝光 在屏幕像素点上 每个像素具有三种颜色绿色器 通过三种激色光 即红光、绿光、蓝光 手机上也有液晶显示屏 现在 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 把一滴水滴在手机上 然后透过手机看屏幕 水就像是放大镜一样 你能看到红、绿、蓝三种颜色吗 除了清洁剂 燃料和液晶 你手边的圆珠笔 办公室打印机 头顶的空调等生活用品里 都有液体的影子 人们发掘液体的各种特性 使其充分发挥其价值 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然而 自然界还有许多未驯化的液体 如云朵、海水、岩浆等 它们构成了不可预测的景观 有时还会带来灾难 最后 我们来谈谈自然界的原始液体 当飞机降落在云层上的时候 白色的雾气笼罩了一切 人们不禁要问 这些云是如何形成的 生活中 挂在靓衣绳上的湿衣服 路边的水坑 额头上的汗珠 河流 湖泊 海洋 每时每刻都有水分子离开 试衣服 水坑 你的身体 海洋 湖泊 然后进入空气 尽管空气中充满了水分子 一开始你看不见任何迹象 空气仍然是透明的 当水分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们又会重新凝结成液体 这些水珠慢慢地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团漂浮在空中的云朵 不过 要让水分子变成小水滴 就需要一些细小的水滴 比如空气中的尘埃 或者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烟雾 这些水分子 首先会和它们结合 吸引更多的水分子加入其中 也就是说 这些小水滴的中心 其实就是一些细小的颗粒 这也是为什么当你收集雨水的时候 容器里通常会有沉淀物 汽车挡风玻璃 或者房间窗户上的雨水 都会在风中留下一些细碎的粉末 雨水可以滋润万物 却也可以带来灾难 煤炭燃烧产生气体 如二氧化硫和氧化氮 如果云遇到它们 就会以雨水形式返回地球 酸雨就是这样形成的 酸雨可以酸化河流和土壤 杀死鱼类和植物 腐蚀建筑物 桥梁等等 酸雨带来的灾难 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而海啸则是瞬间吞噬人类 2004年12月26日 在泰国普及岛 游客们像往常一样 在沙滩上散步 海水迅速退去 露出平时被海水淹没的礁石 一些船只甚至因此而搁浅 就在这时 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海浪 这可不是普通的海浪 而是海啸 地震发生前几小时 印度洋中部地壳破裂 引发九级地震 地震不仅使地壳板块断裂 而且使海床上升了好几米 这样 大约30立方公里的水就被排出 相当于1000万个奥林匹克游泳池 它们横渡海洋 以接近喷气式飞机的速度 向海岸靠近 当波浪接近海岸时 由于遇到潜水者 波浪开始减速 同时波浪的高度也会上升 这就是潜水效应 海滩上的人们最先注意到的 就是海水从海面上被吸了出来 如果他们了解这种现象 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可以逃离 可惜 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十几米高的巨浪 已经席卷了整个海岸 为什么平静的地球会突然发怒 我们脚下看似坚硬的大地 其实并不坚固 它最初是由热液体组成的球体 经过一年的冷却 它的外层才会形成一层 平均厚度为17千米的岩壳 位于地球中心的是一块直径超过 3000公里的坚固金属核心 地核与地壳之间是一片厚度 超过2000公里的流动金属海洋 火山喷发的岩浆来源于地脉 主要成分为铁和镍 这些流动的液体为地球提供了一个磁场 使我们免受太阳风和宇宙射线的伤害 正是这种流动的液体 导致了地震和火山喷发 因为地壳是漂浮在地漫中的 所以地壳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 而是由许多独立的构造板块组成 所有的板块都在移动 当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一股力量翘无声息地积聚起来 直到板块崩裂或者滑动 巨大的能量几乎是瞬间释放出来 这就是地震 2011年引发日本海啸的地震 相当于25000枚核弹 然而 能量寄居不一定会引起地震 岩石如动就像两张纸挤在一起 通过向上运动释放压力 山脉就是这样形成的 阿尔卑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 经过数百万年的缓慢运动 形成了地球的流动性和液体属性 要想在这颗星球上繁衍生息 就必须学会和液体共存 关于液体的故事 我想问一下 液体本质上是两面性的 介于固体与气体之间 人们试图控制这种物质状态 已有数千年之久 一方面它令人兴奋 充满力量 另一方面它缺乏组织性 缺乏纪律性 破坏物品时得心应手 现在 我们已经充分利用液体的力量 来保护自己免受它的伤害 相信在未来 我们和液体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 使这种神秘的物质更加迷人 好吧 这本令人着迷的液体 就到此结束了 明天再见